朱元璋大概就在二十四五歲的時候 他就加入了郭子興集團 據說他作戰非常勇猛 有幾次郭子興陷入危險 都是他從戰場上把郭子興扛出來了 他做過小偷 出家當過和尚 還做過乞丐 這一些特殊的經歷就造成了 他對民間的疾苦特別了解 柏陽湖在一打到最關鍵的時候 據說湖上騎了大雾 朱元璋的船隊 朱元璋到這時候為止 真的是傳奇中的傳奇 統一了天下 成為天下之主 創建了未來延續兩百七十多年的 大明王朝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Homes Hears of Rome 歡迎收看今天的護來座談 我是主持人歷史科李一兄 今天我們要來繼續談一談歷史 大家知道中國歷史上 總有這麼幾個人 可以劇烈的影響歷史的轉折 而中國在宋朝之後 又進入一個非常巨大的帝國時代 什麼樣的帝國 就是原帝國 蒙古人所建構的帝國 中國第一次在這個帝國當中 成為也是少數民族之一 雖然人口不見得是少數 但是是整個龐大帝國的共同組成 有人說在崖山之後 再無中華意志在南宋跟援軍的最後一戰 崖山之戰之後 當時宋末三節的陸秀夫 背著宋朝做一個皇帝 趙炳跳海自殺之後 中華已不復存在了 然而援朝也就是蒙古人的統治 並不怎麼精存 所以沒了多久 90年就翻江倒海 整個援末是亂做一團 這個時候有一位非常非常平民 甚至可以用貧困貧窮 還有非常底層的中崛起的 這位就是朱元璋 寧間戲曲很喜歡說他 叫操桃好不無棍 傳說非常非常的多 他以一己之力 牽動了整個中國歷史重新改寫 也是史上唯一一個 北伐逆轉成功的第一位 那他到底有多麼的傳奇 他又有什麼樣的人格特質 來遞建這樣的一個明朝 把蒙古人給改回了北方 這一次我們要分兩期來探討 今天我們就來講一講 朱元璋如何統一中國 重新把所謂的中華找回來的故事 今天互來座談歷史講堂 大任斯人系列 我們來歡迎我們今天 我們的學長來跟大家談一談 我來歡迎王立本老師 大家好 主持人好 還有全世界的聽眾觀眾大家好 是 Sean 朱元璋真的是一生傳奇 那這位皇帝 營繞在他身邊的 他是劉邦之後的第二個平民皇帝 那也是我剛才講到 這個中國史上第一位 甚至是在古代中國的歷史上 唯一一位能夠北伐而統一天下的 因為下一位 蔣中正已經到了當代的時候 民國以後了 那他是怎麼樣的因素崛起 那為什麼大家要說他恢復了中華呢 其實如果我們說中國近代 就是我們晚近這六百年 從元朝之後算大概六七百年的時間 最具爭議的領導人是誰 我認為應該就是朱元璋 這個朱元璋因為他的色彩太過傳奇 所以民間關於他的各種傳說 各種記載非常的多 剛剛那個學弟提到了一個觀點 那日本學者的觀點 叫做亞三之後無中華 為什麼會這樣講 其實我們看地圖就曉得了 亞三之後 當時南宋帝國被滅亡之後 整個中國我們看 就曉得大江南北地區 就是完全都納入到 所謂的蒙古大旱的統治之下 當時整個歐亞大陸都是 蒙古人也達成了 全世界最早的所謂的全球化 但是對中國來講 就是純粹就所謂漢族的立場來講 這確實是一次徹底的亡國 日本學者會這樣說的原因 是因為他們認為 以這個漢族為核心的 這個古代的中華帝國 就到南宋的亞三戰役 失敗之後就算是結束了 我們過去的這個習慣都說 中國文明的一個很重要的特點 就是淵遠流長 綿延不絕 可日本學者這一點的看法就相反 他們認為中國的文明 到了亞三之後就陷入一個中斷 就這樣一個狀態 然後這個說法正不正確 我們有時間我們再來討論 但是我們我們曉得 Even是講中斷 但這個時間也沒有太長 蒙古的在中國的統治 很快就出現各種問題 簡單說就是有一個很關鍵的人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明太祖朱元璋 朱元璋他等於是驅逐大陸恢復中華 各位這個口號不是孫中山提出來 這口號是朱元璋提出來了 所以朱元璋他一開始的時候 他的這個政治號召就很清楚 驅逐大陸恢復中華 後來他大明王朝即位之後 他在他的肇數裡面寫得很清楚 叫做少數唐宋 就是我國家的制度是延續至唐朝跟宋朝 所以他講得很清楚 就是我要把過去滅絕的那個道統 我再把它接續回來 我大明就是繼承唐宋 不是繼承元朝是繼承唐宋 所以他的首都擺在南京 沒有擺在北京 就是我跟元朝蒙古人不是一挂的 朱元璋他還有一點讓民間 對他有許許多多的這個興趣的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因為 他的出身真的是太不好了 剛剛那個學弟講到 他是漢高祖劉邦之後 又一位平民皇帝 這講也對啦不能說不對 但我可以告訴各位 他比漢高祖劉邦還要更平民 漢高祖劉邦好歹還是個嗜水亭長對不對 庭長相當於我們今天講村長 有人說是派出所所長 對有點像派出所所長 Anyway他還算是一個基層公務人員 可是朱元璋他就徹頭徹尾 他就是一個標準的 中國的這種農村基層的一個平民出身 先講朱元璋他是安徽鳳陽人 後來有關於他到底是哪裡人 有很多種不同說法 其實關於朱元璋傳說太多了 但是他到底是不是鳳陽人 這個一般人也不敢也不敢確定 但是有一點可以確定 後來明朝建立之後 這個明王室的主廟在安徽鳳陽 所以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他的父親叫朱五四 就五四運動那股五四 很奇怪的名字對不對 這我待會再跟各位講為什麼 據說朱元璋年小時候 他的名字叫朱五六 就一二三四五六那個五六 他上面有兄姐 所以他的排行比較後面 我們一開頭的時候也講了 這個元朝統治不上軌道 這個我可以告訴各位 元朝統治不是在朱元璋這個時候 末年才不上軌道 基本上忽必略死掉之後 元朝大概後面有差不多60年 基本上都不上軌道 他的整個國家的狀況 就非常的不好 就是亂成一團 宗教政治社會經濟 幾乎都搞不好 這個時候連年的天災人禍 再加上黃河的大水 當時黃河連年潰絕 所以導致北方的社會經濟狀況 就是一塌糊塗 非常的糟糕 有民間的記載說 朱元璋的父母都死於饑荒 死於饑荒之後 他的哥哥跟他的姐姐 有一段時間照顧他 但是後來實在是時局太壞 他也知道自己出去謀生了 所以朱元璋一般認為 他大概在15到20歲之間 他早期的歷史也有很多不明確的地方 比如說他做共木桶之類的 對對對 我們現在回舍在15到20歲之間 他就在今天江蘇的北部這一帶流浪 他做過小偷 出家當過和尚 還做過乞丐 這些特殊的經歷就造成了 他對民間的疾苦特別了解 所以他對老百姓 到底是過什麼樣的生活 對老百姓在想什麼 他很清楚 這第一個 第二個也造成了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性格 這各位可以先記起來 就是他對官僚士大夫有非常根深蒂固的不信任 不單單只是他本身教育程度不高 但是還有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 他認為官僚跟士大夫 常常就是殘害老百姓 對老百姓沒有什麼好處 所以他討厭官僚跟士大夫 一般認為他大概就是在這段時間 加入了所謂的紅金 紅金是什麼 他們就是所謂的農民起義 是沒有錯的這個說法 但是我們要認識一點就是說 農民他是有很大的一個分散性的 農民他不是一個有組織的 這家農民本身的知識水平 教育水平不高 那能夠把農民組合起來 變成一個強大的有組織力量 往往要靠什麼靠宗教 因為宗教對中下層的老百姓來講 很有吸引力 其實紅金君一般過去中國史書的講說 他出自於所謂的白蓮教 但是白蓮教的話 那就是屬於佛教的一支 也不能說錯了 這個時候白蓮教已經有一個很大的不同了 這時候我們知道元朝統治 中國也相當長一段時間 有很多西域的人 所謂的色目人來到中國生活 也把中亞到西亞這一代的一些宗教 也帶到中國來了 根據晚靜的學者的研究 這個時候的所謂的白蓮教 實際上相當程度上已經混雜了 魔尼教 甚至於一部分基督教的信仰在裡面 當時這個紅金就是 白蓮教在明天很重要的一個說法是 是所謂的冥王轉世 所謂的彌勒降生 就是冥王轉世 彌勒降生 天下就會全部重組 然後救苦救難的彌勒 就會把所有的好人善人把他救走 世界毀滅之後 然後一切重來 其實各位這個世界毀滅 救世主降生 這個是西亞地區到中亞地區的宗教 常常出現的說法 末日審判對不對 末日審判概念還是救世主概念 這個救世主概念 非常清楚的在白蓮教早期的教義裡面 那這種情況下就給了底層民眾一個希望 所以白蓮教他在這個元朝末年的時候 他的力量就擴散的非常快 尤其是淮河南北地區 就今天長江以北到淮河中下游地區 就安徽蘇北這一代 這個尤其成為當時白蓮教的一個大本意 終於大亂爆發了 這個什麼事情呢 就是元朝末年除了政治腐敗之外 這個黃河連年諱絕 當時的宰相托托 就任命了一位水利工程師叫加魯 就在黃河下游在河南山東這一帶 負責治河 這治河一治河就治河了好幾年 而且徵掉了17萬的民工 這個治河是很有成效 他把黃河的水換是擬平的 也因此讓17萬人聚集在山東這一帶 結果就在紅金領袖 這韓山童跟劉福通的帶領之下 就在黃河下游山東這一帶 就正式宣告反原起義 當然他們也製造了很多異端 像什麼 從黃河的故河道裡面 挖出一個石頭人 石頭人上面只有一個眼睛 他們就傳播那種順口的 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 莫到石人一隻眼 池霧一出天下反 大亂就在今天的黃河下游這一帶就爆發了 而且很快全國各地都起來響應 除了北方之外 後來韓山童很快就被官府逮捕殺掉 他的兒子韓陵兒 韓陵兒當時還小 就在劉福通的輔佐之下 韓陵兒當時自稱自己是宋徽宗的八代孫 這見鬼了對不對 他跟宋徽宗有什麼關係 稱帝子他的國號就是宋 其實這邊就可以看得出來 恢復漢人政權這個願望是非常強烈的 除了在北方之外 南方各地也是一樣 各種起兵勢力不斷的崛起 其中有幾個人比較重要 第一個就是在湖北這裡的徐壽輝 據說他是邁布的一個布藩出身 他是原末紅金南枝的領袖 一開始被封為大元帥 後來他自己稱帝 就是見國號為天丸 叫天丸帝國 據說天丸是大元 各位看到大元兩個字 加上一橫一個寶蓋 就是把元朝壓下去的意思 刻住大元的意思 所以叫天丸 另外就是安徽這裡 另外一位重要的一個紅金領袖 叫郭子欣 郭子欣以安徽的豪州為中心 大概佔領了今天的安徽省的南北 就是淮河中游這一帶 另外還有一個比較重要 就是在長江下游的張士成 張士成是安徽太州人 他基本上就佔領了長江南北岸 後來打敗了援軍 佔領了蘇州 以蘇州為中心 建立了他的一個勢力 成為南方最大的三股勢力 從湖北的徐壽輝 然後安徽的郭子欣 再到江蘇的張士成 成為最大的三股勢力 那我們的朱元璋 這時候在幹嘛 按照我們今天的記載來看 朱元璋大概就在二十四五歲的時候 他就加入了郭子欣集團 郭子欣也是安徽人 各位可以映然的看得到這時候 這個各集團之間的那種地域分別 是非常清楚的 朱元璋就加入到郭子欣集團裡面去 據說有兩個原因 使得朱元璋在郭子欣集團裡面爬升很快 第一個原因就是這個朱元璋束負眾望 能得軍心 各位你會發現 我們講那個大任司人到現在 所有的領袖都有一個很重要一點 就是他有一個領袖的魅力在 霸王色霸青 沒錯 他就是能夠讓一般人願意聽他的 願意幫他做事 我認為這跟他出生基層很有關 除了地緣的關係之外 他是安徽人之外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他出生基層 因為這時候加入到紅金系統 反原的絕大部分都是出生基層的貧苦大眾 所以他最能用那種語言去感染到貧苦大眾 跟他產生共鳴 其實你們Google一下 你可以找到朱元璋早年的一些 就是他的實路 民實路太祖實路 他講出來的話非常的粗鄙 但是你也可以說非常的白話 就是他完全就是沒有受過太多人的教育的人 講出來的那種話 那個劉邦還會寫大風起心雲飛揚 他連這種都沒有 他不會寫這種東西 第二個就是據說他作戰非常勇猛 有幾次郭子興陷入重圍 陷入危險 都是他從戰場上把郭子興扛出來 也有說法說郭子興收他為意志 不過這個在正史上是沒有看到了 不過郭子興很欣賞他倒是真的 所以撥了一些人給他指揮 他慢慢就變成一個小頭目 慢慢就往上升變成一個降臨 據說郭子興還幫他取了名字 他本名叫朱興中 又一個名叫朱崇巴 因為據說他的生日是農曆8月8號 另外他還有個名字叫朱56 這邊講一下 民間一直有一種說法說 朱元璋有可能是安徽奉陽那一代的色目人 或者是他家有姓伊斯蘭教 因為用數字來做名字 像他的父親叫五四他叫五六 這個是當時色目人比較常見的一個狀況 另外還有一點就是朱元璋 他幾位之後 後來有筆記有記載的 朱元璋下令宮廷裡面 就是明朝宮廷不吃豬肉 據朱元璋說法是 我姓朱誰不吃豬 有這種說法嗎 他說我姓朱誰不吃豬 這個是讓人覺得很妙 而且他老婆姓馬 姓馬的有很多是穆斯林 他的太太馬皇后是郭子欣的養女 這可以確定 是一個非常賢慧的女人 雖然出身不好 出身這個平民家庭 但是跟朱元璋這一生的感情都非常的融洽 馬皇后還活著的時候 對朱元璋有很大的一個影響力 後來在幾次作戰當中 有一次郭子欣不幸被援軍包圍 身負重傷 沒有多久就去世了 元朝末年在南方起兵的這幾個警官 尤其是我們剛剛講到的徐壽輝集團 跟現在要講到的郭子欣集團 都面對這樣的問題 就是集團內部的侵渣 內部的鬥爭 因為他們勢力慢慢發展的越來越大了 郭子欣的兒子叫郭天旭 據說這郭天旭 他父親也曾經栽培過他 給他很多表現的機會 但是郭天旭在人性上面不如朱元璋 後來在競爭當中 慢慢就不是朱元璋的對手 有傳說說是有一次他作戰的時候被包圍 朱元璋故意不救援 就也真正看了郭天旭戰死 不過這都 證實上都不是這樣講 但是他們內部集團的鬥爭是真的 當然朱元璋當時勢力也非常大的 郭天旭當然也不可能取代他 郭天旭死了之後 朱元璋就幾乎可以說是順理成長 就繼承了郭子欣在安徽這一代的勢力範圍 而且成為一方重要的領袖 到這時候為止 朱元璋雖然已經有了立足之地 但是我們從當時整個局勢來看 對朱元璋來講其實並不那麼樣的順利 北方的紅金很快就被元朝的主力部隊加以圍剿 歷史上還發生過所謂的龍鳳北伐 一度威脅大都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張地圖 你就可以看到這個紅金軍不是一直都佔有北方 但是他這個龍鳳北伐 就一路打 比如說從徐州這邊出來 打汴梁太元大同上都 連上都都給他打過去了 然後還打到遼陽 打到東北去了 大家覺得很不可思議 另外一路東陸軍 沿著這個山東打到萊州 義都昌州 大都之後又回到了山東 還盤踞了山東一段時間 簡單說援軍的主力都在華北跟龍鳳軍作戰 就我們剛剛講寒宋帝國的部隊作戰 客觀上起了一個作用 他掩護了南方這三股勢力的發展 所以使得南方這三股勢力 就可以慢慢的消化他們的領土 慢慢的擴大他們的影響力 可是對朱元璋來講 當時的狀況並沒有那麼好 當時北方在華北很重要的 援軍的一個統帥就是我們大名鼎鼎 郭霍田木爾 又稱漢名叫王寶寶 當時援軍在後來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 是因為這時候 蒙古人已經是四個字叫四奔五列了 各路的援軍互不隸屬 而且彼此之間還搶拖地盤 常常發生內戰 其中最強的意志就是我們 在畫面上看的那個大名其王王寶寶 王寶寶是援軍的主力 但是這時候援軍主要在北方 要不就往內互打 要不然就是跟韓宋集團 跟劉浦通的軍隊在作戰 無暇難顧 可是對朱元璋來講狀況並不好 為什麼因為他的左右兩側都有強敵 他的這個長江下游 以這個蘇州為中心 佔領這個太湖流域 這個最為富裕的群雄之役 就是張士成 江蘇泰州人 你看一下這個圖就知道了 朱元璋幾乎是呈現一個被包圍的狀態 早年的時候他佔領的這個 以蘇州為核心佔領的這個長江下游 太湖流域州 曾經一度向北發展到今天的接近徐州 向南也佔領了浙江的北部 所以成為當時長江三角洲這一代 實力最強的一個群雄 這個張士成據說是知識分子出身 不過他早年的時候也擔任過研範 就是賣研的 據說他禮遇知識分子 然後展現出李賢下死 而且保禁安民的狀態 早年的時候其實他最有擴張的資格 因為他資源最多 不過後來張士成為了要保禁安民 他甚至跟園庭一度合作 接受園庭給他的官職 他還答應園庭每一年給這個北京十萬彈的民 所以簡單說就是他在這邊沒有再繼續擴張 沒有再擋 比較對朱元璋來講最頭痛的 我們在圖上就看到就是今天的兩圖 到一部分江西這裡的 所謂的陳漢帝國陳友諒對不對 這個在瓜謊當中常常出現 是園庭最強的敵人 我告訴大家今天陳友諒 還被很多湖北人認為是湖北的英雄 陳友諒是漁辦出身 各位有發現元朝末年起兵群雄 都是起自於基層社會 不犯漁辦 乞丐監犯都是這些人 陳友諒他是今天湖北先討人 當時叫緬陽緬陽人 這個我補充一下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陳友諒紀念館前所立的書像 沒錯 這個陳友諒紀念館 本來是一間廟有奉勢陳友諒 後來因為就興起古人觀光 所以當地人又把他的塑像做得更宏偉 所以就把漆上了金漆 所以因此而有騎馬 然後一槍舉上天的這樣的一個塑像 這金漆是這幾年才漆的 前幾年還沒有 本來是銅紅色的 湖北人到今天還提起陳友諒 還津津樂 我在湖北待過兩年了 我知道這個地方我還去過 我先講一下 當時的長江中游這邊 一開始的時候 南方的紅金的領袖當中 實力最強的是徐壽輝 聲望也最高 官賢也最高 後來徐壽輝 他麾下有兩個得力的戰將 一個叫尼文俊 一個就是我們剛看到的陳友諒 陳友諒完全的枭雄性格 殘忍猜忌而且非常的好戰 當然他也累積了相當高的一個聲望 曾經一度被認為是統一天下最有實力的一位 他先跟尼文俊聯合 後來他殺掉了尼文俊 然後並推了尼文俊的步驟 後來又殺掉了徐壽輝 然後他把天丸帝國改成為漢帝國 各位你看北方叫宋對不對 然後他叫漢 所以很清楚這個反元赴漢 反蒙赴漢已經成為當時天下的一個共識了 陳友諒很快就在擴展他的降域 除了今天的湖北還有大部分的湖南 就東庭湖南北 這也是漁米之鄉了很重要的一個地方 全部占領之外 另外還有一點就是他分兵 進入到今天的柏央湖流域 就今天的江西這一帶 成為當時長江中游 實力最大的一個割據勢力 最強的是他號稱水陸軍60萬 這絕對有統一天下的實力了 所以朱元璋就夾在這兩牆的中間 你就可以知道他的處境有多困難 但是朱元璋這個集團 雖然當時的形勢並不利 但是他卻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特點 就是他內部非常的團結 他內部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有許多他的安徽的同鄉 包括徐達 常遇春 傅友德 這一些灘河等等 這些人都是他的忠實戰將 這些人不但小勇善戰 而且足智多謀 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們緊緊的團結 在朱元璋的身邊 早年的時候非常得到朱元璋的信任 所以算是很重要的一個謀成 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他得到 當時浙江東部浙東地區 知識分子集團的支持 其中有三個人最具代表性 就是劉基 就是所謂的劉伯溫 對不對 在台灣還出過一個系列的連續劇 專門在演他 對對對 而且好幾年了 對 那個 我們小時候看的寡魚 這些都常出現的 像民間對他的已經到了神話的地步 他跟諸二孔明一樣 神機妙算 上至天文 下至地理 另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學問非常好 宋連 另外還有一位 這個一般在地上比較被忽略 叫朱生 他雖然他姓朱 但是他跟那個朱元璋沒有關係 他也是浙江人 浙東集團的加入 基本上就幫朱元璋可以說補齊了 他的人才庫裡的最後一塊拼圖 就這些人大部分都是知識分子 然後他大部分都有很強的 民族主義的情緒 我們知道南宋王朝的核心 就在浙江 各位 這時候距離南宋王國也沒多久 八十幾年 那他們本身又是受那種華夏之變 影響非常深的一群人 朱生當時就告訴那個朱元璋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建國的一個方略 高竹牆 廣基梁 緩稱王 各位這很重要 高竹牆就是你要鞏固現有的佔領區 你不要站在這邊很快就丟掉 任何地方你佔領之後 你不要急著擴張 你要先把你佔領地去把它鞏固起來 廣基梁一個很重要的條件 就是這個地區的農業生產要恢復 農業生產恢復 經濟繁榮 老百姓生活安定 第三個就是很重要的緩稱王 你不要急著去稱王 各位你看 早早徐壽恢就稱王的 天王就很快就完了 北方的那個劉浮通集團 韩林兒早就稱王了 對不對 還稱皇帝了呢 年號龍鳳 另外蘇州的張士誠也稱王 他稱東吳王 這些人早早就稱王 唯獨朱元璋稱王的時間非常的晚 因為你稱王之後 你會變成大家攻擊的對象 簡單講就是韜光養晦 先把我的佔領區把它鞏固起來 然後把這邊的經濟生產恢復起來 力量強大了 再說這稱王可以緩一緩 從這邊可以看得出來 朱元璋這個人 在這個時候他還是有度量有謀略的 他不會因為他的出身卑微 然後就急著要稱王 給自己這個黃袍加深 他這個人格特質很特別 因為以照他出身這麼卑微跟平衡 他可以忍得住真的是很了不起 而且大家看這個明史的朱生傳 他裡面其實也就是一個很輕描淡寫的代過 但這個戰略方針是如此之高 這邊就寫了太祖下徽州 就太祖到徽州去 然後有鄧玉就推薦說朱生很不錯 就是說把朱生叫來問問看 問問看當時的時局 照問時務 朱生也很輕描淡寫 就是剛剛說對約回給他說高足強 廣激良緩創 太祖散之什麼意思 不錯 就這樣而已 對 講得好 浙東集團的加入 另外還有一點我們要注意了 浙東集團他們除了是知識分子 他們有很強的民族主義的情緒之外 我們也要思考一下 為什麼他們沒有選擇張士誠 其實張士誠條件更好 而且就在他們的所在地 就在長三角太湖流域這一帶 而選擇一個知識水平實在是不高的朱元璋 除了他的群眾魅力之外 領袖魅力之外 很重要一點跟他很早就開始提出 驅逐大陸恢復中華這個口號是有關係 這個在浙東集團加入之前 他這個口號就提出來 我告訴各位一件事 驅逐大陸恢復中華有很重要意義在裡面 除了民族主義之外 就是他開始脫離了紅金的迷信色彩 紅金就是講求什麼小明王轉世 拯救世人 就我剛講的那些宗教迷信的事 他開始講得很清楚 也等於是我跟紅金劃清界限 我不是在搞那些什麼神話故事的 我是要建立一個堂堂正正的正統王朝 我恢復中華 就是中華按照他當時的表 中華滅亡了 被這個蒙古人給滅了 我現在我就要把這個道統把它承續下來 把它繼續把它接續下來 這個對浙東地區的知識分子就有吸引力了 這個知識分子會選擇 知識分子比農民有頭腦 你跟他講什麼明王成仙的這些 他就不會太有興趣 但你跟他講 這恢復中華恢復道統這件事情 對知識分子的吸引力就會比較大 然後朱元璋他在鞏固 他在安徽這一代的佔領區之後 接下來就是東奔西跑的苦戰 兩側的對手都比他強大 所以他是兩邊兩頭作戰 所以這個順序就很重要 他一開始的對手當然就是張士誠 要跟張士誠爭奪太湖地區 張士誠徽下有一位非常重要的一位戰將 張士誠的弟弟張士忻 是一員重要的戰將 其實張士誠在東吳一代是很得民心 東吳一代保近安民 所以東吳這一代都沒有打仗 再加上他的物產也很豐富 所以他有本錢給你耗幾次交戰下來 互有勝負 不過後來 因為張士誠這個人太過保守 沒有進取心 所以後來他的地盤還是逐漸縮小 然後被壓縮在蘇州這一代 尤其朱元璋後來佔領的南京 佔領的南京之後 城鄉下游的局勢就穩定 然後他就轉過頭來 對付他最強大的敵人是誰 陳友亮 他跟陳友亮發生三次重大的戰役 每一次都很關鍵 第一次就是所謂的南京之戰 陳友亮趁他在打張士誠的時候 親自率領艦隊 我們知道陳友亮 陳漢帝國的水軍非常強大 因為陳友亮本身就是捕魚的魚販蜀神 所以他很重視訓練水軍 他的水軍非常強大 所以當時陳友亮親自率領他的水陸大軍 直撲南京 這一仗很關鍵 這一仗朱元璋急忙回屍 就帶著徐達常遇村 傅友德這些人急忙回屍 回救南京 不過這一仗陳友亮先勝後衰 打到南京城下的時候 竟然因為他的船太大了 所以導致他的很多船隻 在長江河道裡面竟然就擱淺了 導致他整個進軍速度變慢 結果朱元璋大軍回屍之後 就在南京城附近跟陳友亮發生激戰 陳友亮被擊潰了 保住了南京 第二次也是一樣 趁朱元璋正在跟張士誠打仗的時候 陳友亮主力開始圍攻 當時柏央湖這個南路 最重要的一座城是南昌城 南昌古城宏都 南昌這一仗也很關鍵 朱元璋當時守南昌 是交給了他哥哥的孩子朱文正 因為他的外甥李文忠 就是他姊姊的孩子 等於是靠家人在守了 對沒錯 這位置太重要了 必須要交給絕對信任的 另外還帶了婚下的這些將領們 像耿炳文這些人走南昌 這一仗打得非常的慘烈 據說總共打了85天 當時城內守軍不到3萬 陳友亮揮下有幾十萬的部隊 圍攻南昌80多天 一直攻到 朱元璋再把張士誠壓制下來 差不多解決的時候 他再轉過頭來 到南昌這裡來支援朱文正 最後擊退了陳友亮 但是沒有多久就爆發更具關鍵性的一戰 就是我們在樓上看到 柏陽湖大戰 柏陽湖大戰不要說是中國歷史 應該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內河水戰 據稱陳友亮總兵力不下50萬 號稱60萬 另外樓船數百艘或嚇死人 他的兵力比朱元璋強 水軍更是朱元璋的幾倍 雙方就在柏陽湖上展開了幾戰 從8月打到10月 朱元璋也是砸鍋賣鐵 全家都動員來了 當時號稱朱元璋也號稱20萬的部隊 都把他送過來這邊要跟他拼一場 全部壓上來了 這一戰其實就決定了後來天下是誰的 可以這樣講 這是元末最重要的一戰 雙方就在這個柏陽湖上展開大戰 幾進幾隊 陳友亮麾下有一位非常神勇的將領 叫張定鞭 這也是蠻傳奇的一個人 最後活到100歲 張定鞭率領陳友亮的水軍 幾度直撲朱元璋船隊的核心 徐達 常玉春等人 另外像傅友德 南玉這些人 幾度跟張定鞭作戰都失利 據說要不是因為湖上大霧 導致張定鞭的船隊沒有掌握住方向 不然的話朱元璋就有可能會被升起到這種地步了 這邊我做一點補充 當時在打的時候 甚至有幾次幾乎都是徐達是拼死救船 對沒錯 拿自己的船去撞張定鞭的船 因為張定鞭這個人太兇狠了 他這個人像瘋狗一樣 對他不要命 對他不要命像瘋狗一樣 而且他幾次出戰 就是因為我們剛剛有提到 陳友亮是漁犯出戰 他水性非常好 所以他對水戰很自信 張定鞭就覺得說 陳友亮的都是大船太慢 他架幾台小船 我們就去衝擊他 以我們如果直衝對方的主艦的話 那只要勤賊勤王 朱元璋被我們幹掉 這事情就解決了 那朱元璋開始也沒有想到說 張定鞭這麼的兇 所以有幾度 真的是被他衝進了他的大船陣裡面 最後這都是徐達等這些重要將 真的是以身護住 聘人民保護朱元璋 而且這一戰雙方的船艦上都裝有火器 根據參加過這場戰役的這個正史上的記載 硝煙滿天炮聲隆隆 然後這個重炮之後 船被打成之後 這個哀鴻遍野 這個大量的士兵落水呼救 這個是非常慘的 打到最後關鍵的時候 據說戰況慢慢對 朱元璋就慢慢有利了 朱元璋這個時候還沒稱帝了 不過這個時候他壓制了張士誠之後 他就稱自己為吳王 不過正史上也有稱他為西吳王 因為張士誠是東吳 他就是西吳 所以主要是爭奪太湖流域 所以都稱自己是吳王 雙方就在這個柏陽湖在 打到最關鍵的時候 據說湖上 起了大物 風向隊 陳友諒的部隊也不利了 朱元璋的船隊 就開始發動猛烈的反攻 據說陳友諒 在偶然的情況之下 探出頭來 就從那個艙內出來 想要到這個船上面來 指揮作戰的時候 竟然重炮而亡 也有人說 他是被劍射到而亡 總之就是這個陳友諒 就這一戰就陣亡了 陳友諒的陣亡 就很快就讓這場戰役 就分出了勝負 最後陳友諒的兒子 叫陳禮 就是那個道禮的禮 禮姓的禮 陳禮姓禮只有五歲 陳禮當時這個駐守在武昌 就是陳漢敵國的首都 張定邊等人 就帶著這個殘餘的部隊 先退回武昌 然後朱元璋的部隊 就往前追擊 追到武昌 最後武昌沒有怎麼打 雙方只有零星的戰鬥 最後陳禮就出降了 各位這一戰很重要 這代表整個南中國 基本就底定了 那底定南中國之後 其實對朱元璋而言 就已經擁有半壁江山了 另外四川還有一個明玉珍 明玉珍後來死掉之後 他的兒子叫明昇 一個日下面一個聲明昇 即位明玉珍自稱 是以為夏王 夏天天下 不過明玉珍的影響力不大 他就歸縮在那個四川裡 四川政權的特色 以重慶為首都 底定了南方之後 朱元璋就整理了很短的時間 然後他的主力就開始向北 發動了所謂的這個北伐 這個北伐很重要 這個北伐兩個最重要的將領 就是我們剛剛前面講到的 徐達跟常玉春 這兩位是他會下最得力的戰量 另外像傅友德 藍玉 湯河 另外這個李文中等人 也參與北伐 兵分兩路 一路是走江蘇 山東這一路上去 另外一路是從今天的安徽 進入到河南 然後兩路向北方 你看這個圖就知道 映天就是當時的南京 向北方發動攻擊 最後在山東的北部惠斯 惠斯之後然後進攻這個大都 各位知道嗎 北伐的部隊有多少 這個歷史上記載不一 有人說七八萬 有人說十幾萬 聽起來好像還不算少 但實際上不多 當時在北方 蒙古三大軍閥 王寶寶 柏羅田木爾跟李斯奇 這三大軍閥有多少部隊 各位加起來有四五十萬 結果他蒙古人忙著往內互打 山邁蒙古軍閥竟然在北方打得一塌糊塗 當時柏羅田木爾跟李斯奇 在今天進閃一帶 就是山西跟閃西這一帶 那個黃色跟橘色這裡 大家可以看到 對沒錯 在打郭闊鐵木爾 在打那個 這個查韓鐵木爾就是王寶寶的舅舅 然後他被暗殺之後 就王寶寶繼承他的勢力 所以大概勢力方面是這樣 當時元順帝在北京 不斷的向這三派人發出求救 結果這三派人竟然在互打 相互牽制 我告訴各位 這時候蒙古的兵力還很可觀 除了這三派之外 另外在遼東的蒙古丞相哈出納 這時候推下了多少部隊 有十幾萬 所以怎麼看北伐其實都很危險 結果出人意料之外 朱元昌這兩路北伐相當順利 竟然就很輕易的攻陷了大都 蒙古沒有太多的抵抗 攻陷了大都之後 一路向北追擊 追擊到今天的 大概就是今天燕山山脈 這樣 各位收復大都追擊到燕山山脈這一帶 這代表著一件事 就是從五代十國以來 割讓給外族的燕雲十六州 宣告光復 各位你看看有多久 從五代的中葉到這個時候 大概四五百年 四五百年超多了 非常久了 河北跟山西北部這一帶 終於宣告光復了 歷史上的元朝就在1368年就算結束了 朱元昌也在這前一年把國號改為名 為什麼改為名 因為這個洪金又稱名教 我們剛剛有講到那個洪金 就是拜殿教受到摩尼教的影響 摩尼教是屬於拜火教的一支 那拜火教在當時在中國又被稱作名教 因為他們拜火嘛 崇尚光明嘛 所以被稱名教 金庸先生就利用這個背景寫了小說對不對 歷史上的大明王朝就在1368年算是順利完成 所以朱元昌到這時候為止真的是傳奇中的傳奇 一個小沙米一個小乞丐 在派出所還留下被逮捕的案底的小偷 而且他很care人家講他這些 我們後面講到羅恩治玉各位就知道了 他很care他的過去 竟然在這時候統一了天下 成為天下之主 創建了未來延續270多年的大明王朝 不得不說這是一個奇蹟 當然在整個歷史又翻過了一個新頁 一個完全屬於漢人所建立的王朝 到此就宣告建立 我做幾個補充 第一個大家知道朱元昌小時候是失學的 但是他不是文盲 這就很厲害了 因為他在郭子欣帳下的時候 其實他當時到郭子欣那邊還很年輕 他就很積極在學習 然後郭子欣看他這麼愛學 也幫他請老師 然後他就每天真的很認真學 所以雖然朱元昌從小失學 但是他絕對不是只是粗通文墨 他是可以做基本的越南審批的 儘管他的才學當然比起所謂知識分子 當然有一段落差 但是朱元昌真的不是文盲 這件事很重要 因為我們知道把宋朝的皇帝當然是 他們是有家學院 大家記得我們談宋太祖的時候 宋太祖之前有所謂的五代三個霸主 我們那時候有提到 第一個朱溫文化程度非常的低 第二個呂存旭 根本就大事不是幾個 一切武夫 對完全一切武夫 第三個後周世中算是比較文化水平 但他基本才是個五人出身 但是朱元昌是很不一樣 這些人要嘛是先天 可能是從小受教關係 而朱元昌是因為太底層了 可是他的悟性非常的好 所以他真的有學會了這些文字 而且他還很重視他自己的後代的一些教育 他也很嚴厲 比如說他的長子朱標 也是他跟馬皇后所生的 他就非常重視朱標 即便當時一邊在打仗 有的時候很遭不保險 還有包括像他的姿子朱文正 其實朱文正名氣很大了 剛才我們提到 朱文正是怎麼找回來的 這也是個奇蹟 因為他們當時大災荒的時候 全家人散離光光 好不容易把朱文正解回來 他大喜過望 真的很開心 那也交代朱文正好好學習 不過朱文正 他哥哥對他很好 沒有錯 因為靠兇嫂養活的 等於報答 但也是他的 就是他的哥哥 唯一的小孩活下來的 其他全家都餓死了 所以他也請朱文正要多讀書 不過朱文正不愛讀書 所以後來也釀成了悲劇 因為朱文正確實是有大功 另外要跟大家補充的是 我們剛才其實有提到說 浙東的這些士人 剛才學校有提到一個很大關鍵 這些人 他們有所謂驅逐大陸恢復中華 也就是他們在戰略格局觀上是更高的 為什麼他們看不起張士誠 張士誠是讀書人 為什麼看不起 因為他們覺得張士誠只會保近安民 小鼻子小眼睛 沒有格局 你看朱森輕而易舉說出的那樣的戰略 但是說出那樣的戰略 不是要保近安民 足高牆廣積良緩稱 目的是怎樣 加了要稱帝 要一統天下 所以浙東四人跟朱元璋 原本的安徽集團 有一個不太一樣的地方 安徽集團很幹練 作戰也有猛 然後處理事情 例如說也有文人像李善長等 對於各種的計謀計策 他們都有很強的一些功能在 但是浙東的文人不一樣是格局更高 戰略勢也更好 所以為什麼劉伯恩叫神機妙算 因為他可以解大盤 這個是朱元璋在中期之後擺脫群雄發展迅猛 我覺得這個關鍵很大 後來建國之後制度還有明朝的法律 都是浙東這些人不制定的 這個其實就是關於朱元璋 他一個崛起故事 其實這裡面還有很多很有趣的故事 包括像張墊編 因為到了明代跟之前不太一樣 就是有非常非常多的細節都被記載了下來 而且有很多的文人筆記小說 而且基本還可考 所以要把他們的故事講得很詳細 每一個人都可以講一大篇 譬如說長一生人稱長十萬 非常能打仗 這是打仗的勇者 還有像我們這一次美麗也像李文中 李文中也是朱元璋他的外甥 他也很高興 為什麼呢 因為他的姊姊 他的小孩找回來了 所以朱元璋早年 沒找到一個自己親戚就痛哭流涕一次 真的是很了不起的一個人 民間有傳說說他親眼看到父母餓死 你就知道多可 我們在這邊講到朱元璋 當然一講是講不完的 我們今天大概回顧了一下朱元璋的前半段 從他的崛起的過程 他的出身還有他的對手 是他對手都有很有傳奇的色彩 但他如何擊敗這些霸主熊主 這真是朱元璋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他才大任私人 天將將大任於世人也 所以他真的很符合這個 畢先惡其體夫勞其筋骨 空伐其身 真的是最符合這樣的稱號 那他本身的這種特色 他的畢生太戲劇化了 是的 所以這就是朱元璋的前半身 那接下來他再趕走了蒙古人 但是元朝在中國結束 但元朝並沒有宗旨 元退到北方被史稱為北元 元廷繼續存在 繼續稱我是中國皇帝 繼續跟朱元璋來對幹 這個事情就是朱元璋下半身 所面臨的巨大挑戰 而且遼東、雲南 甚至一開始都散竿 都還在蒙古人手上 一開始還是顯像還身 直白的說中民之勢 蒙古人就從來沒有被解決過 解決蒙古人是滿洲人 所以這個就是歷史有趣的地方 那我們今天關於朱元璋上集 我們就聊到這裡 那我們今天互來座談歷史講堂 希望大家覺得精彩 如果覺得精彩的話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然後加入會員可以讓我們做更多 另外也歡迎大家 可以用線下贊助的方式 讓我們可以做更好 綠界PayPal支付寶 或者是給我們超級留言 超級感謝喔 我們今天大任私人系列 我們今天謝謝學長 來跟大家分享 謝謝各位 我們期待下一集相見了 拜拜 拜拜